美国最新版本的保卫商业机密法案DTSA 在上个月经过欧巴马总统签署后 正式成为法律 这项新的法律允许对 切到商业机密的人士 提出了联邦民事诉讼 保护商业机密新法案的上路 对于企业的经营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法律的专业人士也做出了解读 商业机密是美国法律保护的信息 其中包含有设计方案 制作方法 流程等多种不同的商业内容 此前 保护商业机密的管辖权 主要在诸法的层级 且不能因为商业机密遭泄露 而在联邦法庭上要求民事赔偿 不过根据最新生效的保护商业机密法律 这种情形有所改变 联邦的法庭是可以先告再问 以前的话是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原因 我们才可以告这个雇员 我们现在从一个雇主的角度的话 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原因 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到联邦法庭去了 对于企业来说 保护商业机密法规通过 雇主现在可以基于商业机密理由 在联邦法庭向雇员要求民事赔偿 律师表示 很多雇员事实上都没有彩礼 来应对这种诉讼 联邦的法庭是一个 可以算是一个比较高的法庭 它的程序跟它的规模都不一样 所以你花的律师费用会更多 在签署最新版本保卫商业机密法案时 欧巴马表示是在回应多个美国企业 对中国方面窃取商业秘密的控诉 很多的大公司 他们就算是一个投诉 跟欧巴马总统讲说 他们抗议 他一定要有保护 所以欧巴马最后 他就签了一个新法 另一方面 保护商业机密法案 给雇主提供了一个 控告雇员的新思路 律师也提醒雇员 要仔细查看 雇主是不是要求雇员签署 离职后不参与竞争 等类似内容的条款 加州是偏在雇员这边 可是你签了这个协议以后 加州政府 加州法庭 就没有办法帮助您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雇员 要知道说你签的文件是很重要的 由于是新法上路 目前还没有联邦法院 依据这项保护商业机密新法 做出的裁决 所以律师也提醒 涉及相关诉讼的企业和雇员 多留心近期可能出现的新案例